在聽大家 唐明徐老師要告訴你 什麼星座會是新好男人 巨蟹座榜上有名了 分擔家務嘛 因為其實他自己就很喜歡弄 吃吃喝喝的東西 所以有可能他就是會 分擔家務的星座 就這三個星座 但是巨蟹座替德 巨蟹座老公 你不能寵他 你知道嗎 你把他寵壞了 他就變成小寶寶了 把你當媽了 你應該做給他吃 他就不幫你分擔家務了 我至少在他現在的表現 我覺得88分 88分 他很高喔 我覺得很高 但是他結婚之前 甚至他剛結婚 他可能只有58分 他之前是不及格的 可是在這結婚的這 我們六年當中 我覺得他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進步 互相學習 互相調整 對不對 對 命理專家王祝浩老師 要為你解說生效相中 究竟怎麼回事 滿月是15號 滿月啊 月亮最圓 上弦月是初八 初八 下弦月就是23號 他前提是 在這個四個時候生的時候 才會有生效相衝 跟星座相衝 如果不是這四個時間生不會 這是基礎 這是基礎判斷 當然少不了 還有你不可不知道的 下週星座運勢喔 哈囉 開場人生好恭敬 時來運轉任我行 大家好 我是林依依 歡迎收看今天的 開運鑑定團 首先來歡迎我們的專家 以及特別來賓 專心專家唐立琦老師 大家好 各位來賓好 還有大家好 命理專家王忠和老師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就是我們的里長媽媽 傅娟 哈囉 大家好 兩位老師好 妳好 今天找傅娟來 當然是跟我們的主題 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都已經知道 至少表面上看起來 你是已經叫了一個好老闆 其實叫表面上 你知道嗎 我們做節目是要講究誠信 所以不能夠把話講得太滿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關係 今天還可以挖掘一些那個 從里面一口中 誰知道他們關起門來 誰打誰 不是 她在上面 不管怎麼樣 因為這個里長媽媽呢 一定可以給我們大家一個 好好的建議 對不對 怎麼樣找一個好老公 沒錯 好老公 怎麼找呢 請看 傑娟是身為女人的終身大事 但是戀愛是容易的 嫁個好老公 卻是困難的 除了無法保證 她是否會保持愛情的新鮮外 更無法確定 她會善盡做好老公的責任 女人考慮的 不光是外表而已 更希望對方 有穩定的經濟實力 不褪色的善解人意 旺盛的持家能力 共同創造優質的家庭生活 在女人深深叹息 為什麼好老公 模範先生 都是別人好的時候 我們更應該思考 家庭的價值 婚姻的美滿 除了自身的努力經營外 更需要老公的振興體認 我們家庭呢 都是以華太子 應該是嫁機隨機 嫁狗隨狗 但是呢 你只要嫁了人呢 就算擁有一張長期飯票 可是我要告訴你 這張長期飯票還有分喔 你是那種 三樣吃到飽的那種自助餐啊 還是說一九九吃到飽 還是說 根本就是一個高級 樂眼牛排還帶沙拉 就看你找到的是 什麼樣的老公 所以我們這一集 就來幫大家來注意了 微婚的請看 已婚的也可以邊看邊後悔 不是 做一個參考啦 庫娟你認為呢 你... 因為我們都知道 你已經結婚了嘛 就已經有一個老公在那裡 對... 但是你自己認定就是說 這個歐陽龍 算不算是一個好老公 我們感覺你有沒有很兇 我覺得我們要... 而且有欲言又止的感覺 沒有 絕對沒有 其實我覺得 我們要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就是問大家說 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好老公 什麼樣才算一個好老公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只有一個字 那就叫緣 緣分啊 是的 哇 你好宿命喔 我是真的蠻宿命 所以... 其實這個會讓我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這輩子一定要善待任何人 不管是貓啊 狗啊什麼什麼 我都要善待他 免得下一輩子那個... 那個債可能就是我要來還了 如果我這輩子 你這樣講起來 他在還債 不是... 就是說 你前輩子是什麼樣子的 你後輩子就是要來還 對不對 我有這樣子的覺得 等一下 我這輩子啊 擺明了都不做家事 我下輩子生成一個費用嗎 就是一個... 沒有... 你上輩子不就是費用 我已經... 我上輩子已經掃完了 掃完了... 今天你不用掃了 好 那我要問你 比較嚴厲的就是說 你到底給他幾分 我覺得我至少在他現在的表現 我覺得八十八分 八十八分很高喔 我覺得很高 但是他結婚之前 甚至他剛結婚 他可能只有五十八分 他之前是不及格的 可是在這結婚的這... 我們六年當中 我覺得他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進步 互相學習 互相調整對不對 對 我就覺得互相認識好 那你認為就是說 這個八十八分的好老公 有沒有可能會有外遇 有啊 我覺得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你不要說他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可能啊 那我同時我也要求我自己 我是不是我要一直提升我的條件 我譬如說我要在某些方面 我一直都不能被外面那些人打敗 如果我一旦被打敗的話 他要走那也是應該的嘛 哇 這個太太跟媽媽 又樂觀又積極 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麼正面的里長媽媽的先生 他自己對於外遇的說法 我們現場有一段他的影片 我是一個沒辦法看這六婚的 沒辦法 對 完全沒辦法 可是因為我已經結了婚之後 自然又會離我遠去 也不來了 少來 不可能 有一種女生 她是那種就是說不求名分 什麼都不要 她就是歐陽大哥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什麼都不要 我就是今天晚上我跟你尬夜 這樣子 我看條件 是 我跟你講 女露玄機 男生就說還是會用 但看條件 對 第一個 對方能不能保密 很重要 她不是一個保密的人 你為什麼要去跟她在一起呢 講到重要 我跟你講男生跟女生 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你比如說你是已婚的婦女 對 你已婚婦女的話呢 你也要希望一個保密的人 你怎麼會說 找一個大嘴巴的一個 到處亂搶的一個 那個外遇的情人呢 不可能 所以男人也是一樣 對不對 如果我今天是已婚 那我要找一個女孩子 保密 我也要看她要保密 是不是保密的到家 好 那第二個條件 這很重要 第二個條件 她喜不喜歡還是 才是第二個條件 你喜不喜歡才是第二個 第一個是保密 對 第一個意思要保密 喜歡的如果她不能保密 你情願把喜歡隱藏起來 對不對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很小心 這個里長的先生 畢竟不一樣 很小心 聽到了 我覺得她的任何回答 我都不吸汗 因為我覺得我老公是 有一種人 就嘴巴上都不說 我絕對不會 我什麼都不會做 這種人其實才最可怕的人 我覺得我先生是一個 嘴巴上很多說 其實她很害怕的一個人 其實她是一個膽子很小的人 就是她剛剛提一個 喜不喜歡 她喜歡 如果這個人不敢保密 她也不敢去做 其實她就把她這個 第一個這件事情 放在前頭 她敢不敢做 其實是放在前面 因為她也害怕別人知道 所以說我覺得 她即使喜歡 她也會考慮說 她又想很多 她會不會啊 其實你怎麼知道 人家會不會講 所以她就已經先把她 畫了一個叉了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說 她真的是故意讓你去 去選里長 忙到這樣子 根本沒有辦法去管她 而且你自己又有正義感 又很會參與這種社區的這種 對不對 所有的這個公共的設施啦 推動所有的這個 愛心的活動啦 然後就讓她 有可能 就讓她去找那些 保密房碟的女人 保密房碟女人在哪裡 其實可以自動 這節目不是扣你節目 不然可以扣你節目 現場球 我就是那個 其實她認為 我很保密的那個人 其實我根本就不保密 其實我發現 從剛剛到現在 傅君真的是超級樂觀耶 我覺得這真是歐陽龍的福氣 就是說 她除了自己自律之外 而且眼睛罩子很亮 就是說一定要一個超級保密的 我們請這個唐老師 就他們兩個人的這個 星座命盤來看 是是 哪有這麼合的啊 我跟你講啊 我們從兩個人合不合 比如說從做朋友開始 我們先看她的太陽星座 因為每個人的太陽星座呢 它代表她一個 比較主要的人格 比如說傅君是巨蟹 歐陽龍是天蟹 那很多人都說 水象星座的人跟水象星座合 這個原因是在你們的思維邏輯 其實都傾向於 比如說靈魂上 還有感覺上很對 兩個人講話對不對 先放在其次 那個感覺對就已經很重要 你們就已經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 或者是在切入點的時候 比如說你們都不是那種 會把左眼點放在有沒有錢 有沒有那個有沒有把房子 那些你們都不覺得很重要 感覺對最重要 這部分已經合了 然後我們再看她的月亮星座 因為兩個人要結為夫婦 要住在一起 他們的家庭觀念 都要很合適才行 你知道嗎 歐陽龍是月亮跟天王星合相了 那傅君是月亮在水瓶座 好 聽不懂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他們有相像的特質 就是這兩個人都是好管閒事 喜歡管別人的事 多於管自己家裡的事 所以你們在戀愛的時候 絕對是天雷以溝動地火 可是一旦結為夫妻以後 還是管別人家的事 對 你們反而聚嫂離多 可是聚嫂離多 反而對你是好事喔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你的心盤裡面 她又很聰明的先讓你生了小孩 然後又很聰明的 讓你再生一個小孩 然後又很聰明的 讓你去選離場 顧娟這個巨蟹媽媽 就忙不完了 你知道嗎 她的母性就是 已經從照顧歐陽龍 變成照顧歐陽龍 加兩個小孩 再變成照顧整個禮 如果她再賊一點 可以讓你去選議員 或立委 沒有 她是很服事 她先跟我講說 在再生 自己再生 她覺得領主很好 她覺得禮長已經搞完了 可以再生了 再生一個 可是附近的心盤裡面 的確它很適合從事公職 真的嗎 你很有人緣 你很有親和力 然後你在選舉的時候 你能夠散發出那種 就是被偏女人的感覺 所以人家會覺得 人家選你不是因為你是明星 人家選你會是因為說 這個人真的夠雞婆 她真的會幫我做事 是因為這樣才選你的 所以慢慢的 你會把你的生命 就是擴散到 服務人群裡面去 就是把小愛變成大愛 對 把小愛變大愛 所以她能夠在這個 男女情愛上 比如說歐陽龍怎麼說 其實變成說 她自己也看多了 你看你的李明那些 悲傷痛苦等等 你看多了 想多了 我覺得她自有一套 豁達的人生 你知道我已經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在下一次 我們的這個里長選舉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多媽媽 都出來競選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先生 都出去找那些 保密房地的女人 然後他們就發現歐陽龍 就是競選 對 歐陽龍這方法真好 然後就把太太這個小孩子 生完了之後 都去競選里長 所以就很多里長媽媽就出現 我已經看到這個現象 好 我們請教這個王中和老師 就他們兩個的這個 命盤來看的話 就是說我們殘酷一點 因為他這個人是很宿命 然後看起來好像又合得不得了 到底他們那個真的 婚姻會長久嗎 你們 我們中國人就是講 陰陽五行 什麼叫陰陽五行 就是春夏秋冬 那春夏秋冬配得最好的 歐陽龍他是什麼呢 天氣冷的時候出生的 對 冬天 你是什麼呢 夏天 天氣熱的時候出生的 對 所以這就是什麼呢 陰陽調和 一個是體質熱 一個是體質寒 這兩個人配在一起的話呢 體質寒的人 我們說八字嵌火 他需要體質熱的人來補充他 體質熱的人八字嵌水 他需要體質寒的人來補充他 所以你們一個八字嵌火的 噴到有水的 一個八字嵌水的 噴到有火的 這不是陰陽調和嗎 所以這陰陽調和裡頭 我們還有玄機 我們來看啊 生了小朋友 你剛剛說的 生了幾個小朋友 兩個 兩個嘛 女生 老二呢 女生 好 我們就研究說 生了兩個都女生了 那麼就你的體質而言 你是夏天生的人 有時候比較性質疾點 性質疾點的話 血液容易有酸性的反應 容易生女生 歐陽龍是冬天生的人 就是天氣比較冷的人 比較沉浸 他容易生男生 那一家人 他的體質容易生男生 你的體質容易生女生 到底這一家人 會生男生跟女生呢 就看這家領導權在誰身上 就是依著他的體質來生 可見領導權在你身上嘛 就依著你的體質 而生的這個小朋友啊 那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要生男生化 我要改變 我要對他俯首稱臣這樣嗎 沒有錯 如果把你一些 這個領導權交出來 放給他 如果你放心的話 放在他手上的話 他可以這個 改變一下他的想法 他的這種能量狀況 所以呢你們這個 生小孩的話 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性別 這怎麼樣子呢 把你該做的事 都交給他做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會改變他的想法 今天這樣我想到一件事情 其實因為我一向都是小孩子 其實我也都不放心讓他走 是 最近我菲翁請假 我突然發現 我把孩子交給他 其實我很放心 因為他比我孩子 其實以前你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個習慣 對 這次我突然發現 我剛剛說我那小妹妹 會嗑他的 因為菲翁要走了 他竟然去問菲翁說 他的那個奶粉要放幾瓢 那個麥粉放幾瓢 水放多少稀 其實他主動的 我就覺得他 他自己想要去做 他有這個潛力 對 那今天像我今天出門 我昨天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要錄影 那可是妹妹 因為我也不放心給別人 我就說 那你在家看妹妹 他說好 他從今天早上 妹妹七點半起來 他就一直陪著妹妹到現在 還在家裡帶她 對 觀眾朋友 對 觀眾朋友 第一次聽到 生男生女 原來是要把這個 家庭的主控權要交出來 還可以改編著 這個是我第一次聽到的 可是妳們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剛剛會什麼 她從五十八分到八十八分 其實這小女兒 占了非常大的那個 非常大的效果 我覺得這小女兒 她的一平一笑 完全牽動她爸爸的這個 爸爸所有的情緒 她心甘情願的 她已經心甘情願為她做任何事情了 這不要說我去 我不用使力啦 那妹妹弄一聲爸爸自己去 我只要旁邊飆動爸爸自己去 就去處理了 以前不會這樣子 那真的是看起來 我真的這個婚姻 就是她兩個好就好了 沒有她兩個好就好了 但是妳呢 妳要去找好老公呢 我告訴妳 其實我們這個 有根據這個統計 調查發現 我們從網路抓下來的 就是一個好老公的條件排行榜 到底是什麼呢 來 請看 第一個 她要會賺錢 經濟大權還要歸老婆 還不是光會賺錢而已 第二點 她是要會幫老婆分擔家務 你不能說男主外女主內 結果你回家 跳個二郎腿 妳幫我放個洗澡水 然後什麼事都不幹 第三個呢 她自己也是要非常疼愛小孩的 因為我們女生喔 真的很在意 對 爸爸喜不喜歡兒子 喜不喜歡女兒 對不對 第四個呢就是 無不良嗜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休假日呢 全家固定旅遊 現在週休二日啦 全家人呢 可以一起的這個 爸爸不能夠說這個 禮拜六 禮拜天 自己也難得放假呢 結果呢 就這個 自己跑出去玩 妳還是要帶家人去 對不對 然後呢 第六就是 每天回家吃晚飯 這個是呢 我們一般的這個民眾呢 對於就是一個好老公條件 她的這個要求 對不對 好 那以上這幾點 妳認為歐陽龍做到了哪幾點 她目前為止她全部做到耶 她全部做到喔 真的 哇 都符合啊 想不到她是這樣的人喔 其實我以前也想不到 想想看妳的老公 有沒有符合以上的條件 我的老公 等一下我那 雖然是外國老公 我也來想一下 她是會賺錢 但是 經濟大權是不是歸我 沒有 然後會不會幫老婆分擔家務 會 因為我不做家事 只好她做 然後很疼愛小孩 五不良嗜好 對 不抽菸 不喝酒 不賭博 休假日全家固定的 沒有錯 每天回家會吃晚飯 對 好討厭喔 每一個都做到 不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謝謝人家 趕過來檢驗妳 沒有 我 會賺錢 我會賺錢 經濟大權交給老公 沒有錯 我 我並不會分擔家務 疼愛小孩有 我很疼愛小孩 我沒有不良嗜好 固定旅遊 沒有辦法 因為我先生強迫 然後 每天回家說 因為我就在家裡 所以 我一定要講一下 他們兩位的老公 都是優秀的天蠍座 我也是天蠍座 天蠍座還怎麼這麼好呢 等一下 講到星座 我們要請這個 這個張老師來看 就是說 哪一些星座的人 他其實 就是有符合以上的特質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觀眾朋友 比較好找嘛 因為他其實很籠統 就是說他也還沒嫁他 他也真不知道 他到底會做到哪幾點 好 我們來看 會賺錢 會賺錢 經濟大權歸老婆 這個要愛賺錢 會賺錢 會不會歸老婆 那不一定 金牛座會賺錢 可是他可能要自己管 所以呢 願意把經濟大權歸老婆的呢 這個可能有 這三個清楚 所以你們兩位的先生 剛好就是天蠍座 已經符合了 巨蟹座呢 是因為他真的很顧家 所以他會 他願意 對 如果他結了婚 其實他沒有結婚之前 他也可能把錢 就交給付了 是這一種人 所以呢 是不是一個孝順的人 其實也跟他 是不是個好老婆 很有關係喔 那天秤座的人呢 會不會賺錢 不知道 但是經濟大權 他願意歸老婆 然後第二個 會幫老婆分擔家務的 哪些星座都會做家事 這幾個 也要會做才行嘛 不會做的 你敢讓他做嗎 真的 十個碗打過十個碗 對 那個就是射手座 真的白要做 或者是把家庭弄得那種 無沙沙 你還不如自己來 那這幾個星座呢 就是巨蟹座 處女座 其實雙一座也不錯 不過雙一座 你要催促他 你要做喔 他盯著他 處女座的會自己做 如果你做得不好 他會看你不順眼 最後就自己來了 那如果要用這種方法的話 不知道以後會不會跟你離婚 那巨蟹座又榜上有名了 分擔家務嘛 因為其實他自己就很喜歡 弄吃吃喝喝的東西 所以有可能 他就是會分擔家務的星座 就這三個星座 但是巨蟹座記得喔 巨蟹座老公喔 你不能寵他 你知道嗎 你把他寵壞了 他就變成小Baby了 把你當媽了 你應該做給他吃 他就不幫你分擔家務了 還要小心喔 那個界限 巨蟹座有兩種嘛 OK 好 那疼愛小孩呢 因為我們知道啊 有的人是完全跟小孩 是沒感覺的耶 好奇怪喔 疼愛小孩的星座 其實基本上每一個男人啦 哪一個星座的人 自己生的都愛 對 都會疼愛小孩 我覺得 當然囉 有幾個星座 比如說他的那個特色更明顯 比如說巨蟹座又綁大名了 巨蟹座到現在為止都有了 優良的那個星座 對 然後呢 金牛座也很疼愛小孩 天蝎座也很疼愛小孩 還有一個不要忘記 獅子座 獅子座也很愛小孩 我們有一位王老師 他就是獅子座 我相信他是非常疼愛小孩的 對 因為這是一個跟 先天跟小孩很有緣分的一個星座 所以剛剛這四個星座的人 都是那種可能被小孩綁住的那種 所以要酸住這幾個男人 你就幫他生個孩子 對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一點點 那個感覺到那個婚姻危機 可是你先生剛好是這幾個 疼愛小孩的這個星座 想辦法生一個 就把它留下來 對 明天就是週末了 五月二十六號到六月一號 一周運勢的預報 晴天有哪些星座呢 第一個我一定要恭喜巨蟹座 巨蟹座下個禮拜 可以說是風和日麗的大晴天 而且最適合跟情人出遊了 因為呢就是感情非常甜蜜蜜的一個禮拜 所以在感情方面呢 兩個人兩情相悅 而且呢在財運啦 或者是人際關係方面啦 也應該都有不錯的斬獲喔 另外呢就要看看我們的獅子座了 獅子座下個禮拜 心情分好啊 經常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這就對了 打扮得美美的 氣色非常的好 你就一定是冠軍喔 你的這個天氣就一定是非常的好 所以下個禮拜呢 幸運之神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簡單講呢 你不需要再去什麼 用霸道的語氣說什麼話啦 或者爭取什麼啦 很簡單 你只要用溫和的語氣說 我要這個 這個東西就會自動到你的手上喔 就是這麼幸運 相信我 所以下個禮拜的你呢 應該發展你的魅力 而非發展你的威嚴 那我們再來看晴天呢 還有水瓶座 水瓶座可以說在下個禮拜啊 有很多事情 可能是告一個段落了也好 或者是說 做到登峰造極也好 你的心情總是輕鬆的 所以呢 只要抱著輕鬆的心情 管它外面風風雨雨 管我屁事啊 所以晴天就是你的了喔 那星座的人比較會有這個 就說無不良嗜喔 無不良嗜喔 那得看啊 你看啊 有些人他就是 不好奇 或者是他的生活比較單調 這種人就比較容易有 沒有不良嗜好 金牛座 處女座 摩羯座 這種土象星座的人 他本身啦 比較專注在 對 他專注在比較實用的東西上 比如賺錢啦 或者是工作啦 或者是事業啦 他哪有時間去發展不良嗜好 你說不良嗜好叫什麼 喝酒啦 或者是說出去玩啦 拔妹妹啦 那個都是比較好奇 比較活潑 比較酸不住的人 才可能犯個毛病 你好像又講到我了 酸不住 只要講到那種好奇寶寶 我酸不住的 就是那種雙子座的代表 對 有幾個星座特色鮮明 Amy就是不良對游的之一 不良少女媽媽的代表 好 第五個就是 休假日會 而且就是說 不會自己跑出去應酬找朋友的 會跟家人一起旅遊的是什麼樣的星座 我覺得這個題目就是你看 又要固定 只是又有旅遊 這就很難了 你知道嗎 這首先得要看兩種 一種是你要求他 一定要帶我們出去玩 那有一些人他就會順你的要求 比如說風向星座的人 他本來是想跟朋友去玩的 但你如果要求 如果你要求他帶你出去玩 他也要 他會 對 就刷雙腿啦 天平啦 水平啦 對 我們是 沒有錯 我們是屬於那種硬觀眾要求的 我們是那種個性的人 對 那如果是喜歡 就是講固定的話 那這個就是傷腦筋了 因為固定 有這樣嗜好的人其實也不多 對 像巨蟹座 沒事跟他拿出門 在家最安全 對 所以說我們剛剛講 就是那種被強迫的那種風向星座 比較有可能會想要去旅遊 或者是覺得這是一個聯繫家裡關係的 一個good idea 那最後這個回家吃晚飯 對 每天回家吃晚飯 什麼樣的星座會這樣子 這麼無聊 我覺得這樣講好了 我不會覺得他無聊 我會覺得他是懶 所以我們說一些懶惰蟲 像巨蟹座啦 習慣吃媽媽煮的菜 回家吃老婆煮的菜 或帶著老婆回家吃媽媽煮的菜 天秤座 在外面吃多多麻煩啦 然後處女座 在外面吃不胃生 這都可能會他吃晚飯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理由 對 那我們要來看 從星座來看就是說 怎麼樣的星座組合 其實是非常素配的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很自然很直接的那種太陽星座 那尤其我們這個圈內 比方說那種明星夫婦對不對 一個剛剛我們也講的 天蠍跟巨蟹 對 就已經很合 然後他果然也很合 然後比方說還有這個 余晨慶跟這個一能靜 你舉了一個奇怪的例子 對 一個獅子座 跟一個雙女座 那這樣好 他們什麼時候會離婚啊 你竟然說這例子很奇怪 這集收拾幅會很高 幹嘛每個人都在看好戲嗎 這個只要他們兩個都不 太靠近相處 應該就都還不會離婚 對 是嗎 獅子座跟雙魚座 所以如果說老公是獅子座 太太是雙魚座 你們的相處方式就是說 聚少離多 對 是這樣子嗎 因為基本個性太不一樣了 我們剛剛講到一能靜 一能靜她不是一個 沒有事業性的女人 她超有的 對 所以說兩牆相爭壁有一牆 所以我建議他們兩個最好 離一點距離 保持安全距離以此安全 對 好像就說 至少他們這對夫婦結婚到現在 就是這個女的還是到處忙 拍戲 拍戲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這個社會是這樣子 現在男生都要多修行一些功課 你才能娶到台灣的女孩 不然你這笑容是什麼樣的笑容 她有點被欺負的感覺 好可憐 女權高漲 所以我們剛剛講好老公好老婆 我們看到幾個 就是說以一能靜的來做例子 雙魚座好像是個好老婆的人選 可是你看如果這個女孩子 她現在有了這個事業的機會 然後她也有事業心 你想她還會只是很單純說 雙魚座呼呼啼啼的小女生 浪漫的小女生 不 她除了這個之外 她一定還有別的需要 這男的也要很有能力才行 我想余澄清應該夠她用 余澄清的能力 請問你所謂的夠她用 是身體還是心理 我說的是她的知名度 這個對雙魚座 這也很重要嗎 知名度也很重要嗎 沒有 因為雙魚座 她有這個 一年輕是有事業性的女人 所以她要跟她旗鼓相當的人 對 OK 這個是 就是我們以這個明星的例子來 大約的舉了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 就是說天蠍跟巨蟹其實很合 那這個就是獅子跟雙魚 這屬於是比較極端的 但是呢 就是說也是有辦法 讓你們兩個呢 可以長長久久 那就是你自己要這個想辦法 好 那我們要請那個王老師 其實就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老一輩的 誰還知道什麼星座什麼星座的 生肖啦 好不好 就是比較容易 對 以前不是就還生肖 幾月生啊 好像王老師自己有一套 就是說 教我們看那個什麼 幾月生可以對到什麼什麼的 這個其實也很簡單 因為整個生肖都在講什麼的 嬰跟羊 比如說老鼠就是羊 牛就是嬰 老虎就是羊 從羊開始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一個煎一個一個 這很簡單 老鼠是羊 等一下 我是數馬 馬就是羊 七 單數的都是羊 雙數的都是羊 我還要從頭數的 你要用台語數的跟我一樣 對啊 沒辦法用博語數 生肖你不用台語數 你用什麼數啊 好 快 王老師好可憐 他已經 好 來 王老師了 好 就是羊跟羊之分 OK 還有啊 就是什麼呢 陰陽五行就是春孝秋冬的問題 是 就是說你的八字很熱 或八字很冷 那麼通常來講 我們來看說 這個不是不安於事的男人 對 不安於事的男人就是桃花很重 對 那什麼叫桃花很重呢 在這個我們從生肖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老鼠 兔 馬跟雞這個生肖 要死了 我老公是雞 兔 對 馬還有雞 真的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把它寫起來 這桃花的生肖 我先好了 再給你抄一下 老鼠 兔 老鼠 兔 趕快拿紙筆長出來去 我告訴大家 觀眾朋友 我們家有三個 兔子是我兒子 馬是我 雞是我老虎 只是年還不夠 要我跟你講 這個條件還有月 老鼠月是從十二月八號開始 到一月四號 國立的十二月八號到一月四號 老鼠月 兔月 兔月是三月六號到四月五號 還有馬的月份 是六月六號到七月六號 六月六號到七月六號 六月六號到七月六號 是馬的月份 這是月份來講 如果你是這幾個月 國立的 對 國立的 還有雞的月份 是九月八號到十月七號 九月八號到十月七號 就是你又是這個年 又是這個月才算了 你只是 對 還有這個時程 還有時程 哪一天出生的呢 紫時 紫時就是二十三時到一時 二十三時到一時叫紫時 紫時 就是晚上的十一點到凌晨一點 對 紫時出生的 卯時就是五點到七點 凌晨五點到七點 紫卯 紫卯這兩個小時出生的 桃花特別重 桃花重 五時就是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十一時到十三時 OK 十一到十三也是 對 五時 然後 那這個有時就是七十到十九時 十七時就下午五點 五點到七點 十七到十九 對 下午五點到七點 對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年 這個月 這個時 我跟你講誰是呢 乾隆皇帝就是 所以他要由江南 就是要搞這個東西 公公家裡 那所以我們以這個乾隆皇 來做例子 對 老師他是說什麼 他就是屬老鼠的 他屬老鼠 然後呢 他就是吐月生的 吐月生就是 三月六號到四月五號 國立 國立 OK 之間生的 對 然後他就是五時生的 就早上十一點到下午十三點 之間生的人 所以他就是這個 精力旺盛很淫蕩 不過我說 這種人是很少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富貴之家 還有一種 同樣是這個植五毛有的 但是他實際上是怎麼樣狀況呢 我跟你講他生病 他什麼病呢 他就是左半邊 花柳病 花柳病心 我是想到那種 我半邊有毛病都很難治 右半邊有問題都很容易治 為什麼 為什麼有左右之分呢 對啊 你這個 好玄喔 把一個人畫一個大十字 他左邊有問題很難治 右邊有問題很容易治 否則反過來 右邊有問題很難治 左邊生的問題就很容易治 否則就是腰部以上生病 很難治 腰部以下生病就很容易治 就是說如果是有一邊的 這些人也很淫蕩啊 這些都是叫做什麼 左右腦不平衡 很淫蕩啊 因為各線上有很多很大的問題 害我差點要說髒話 等一下 我就是 我就是所有的毛病都在左半邊 就是啊 但是我跟你講 這也要直五毛有 真的假的 也是要直五毛有 你有沒有直五毛有 我跟你講 你現在在看電視的啊 如果他 還有啊 我跟你說 如果他剛好一邊中風 你說我引倒 還有喔 還沒講完 對啊 還有故事啊 不是這樣子嗎 這很奇怪耶 還有故事啊 這個叫做什麼呢 就是大寒或大熱的這種八字 因為他陰陽不調和 這種陰陽不調和的這種 生命要怎麼表達他的陰陽不調和呢 他就先觀察 這家庭 爸爸跟媽媽常吵架 爸爸出去不回家 媽媽出去不回家 爸爸找死 媽媽找死 他就在這邊出生了 出生之後小時候就是沒有爸爸 沒有媽媽 在恐懼感之中長大 慢慢的長大之後呢 他就是會胃痛 你知道嗎 還有胃痛你知道嗎 胃痛之後還有肝病了 你要知道 剛開教育木 一年級 二年級 就頂了一個大的近視眼鏡 八百度 九百度 一千度啊 要知道 在青春期的時候 長不高 你知道不知道 長不高然後女生的 胸部又不能發育 你知道嗎 這樣知道 這也是那種陰陽不調的 一種狀況啊 對啊 所以我們結婚知道 生下孩子錢 不能跟老公吵架 然後不能心情不好 不是 這很恐怖耶 選對象啊 首先要看他家裡啊 對 不只說 不只說你的八字拿給我就好 他父親了 我要到你家來看看 而且把你小時候的照片 我要看你們小時候合不合了 三對夫妻六個人 影響一個人一生 爸爸媽媽 爸爸的爸媽叫祖父母 媽媽的爸媽叫外祖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 跟父母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其實這在心理學上 也是很重要 對啊 所以這傅娟妳很有觀念 其實心理學也是這種探討 對 那個王老師講話好 因為他那個正義凜然 而且那個 對 然後 因為我也是那個數碼的 然後我就 我總覺得我好像是妖孽 好像他一直擋 對 你知道那種感覺 一直被指責 一直被指責 我都想說這節目 這一集主持完 你們可能看到這邊就 我就變得不見了這樣子 下週五月二十六號 到六月一號的一周運勢 我們來看看哪些是 情時多雲的新作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白羊座 下個禮拜可以說 希望你可以韜光養晦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之前妳可是忙翻了天 不管是工作也好 賺錢也好 是非糾紛也好 好像很多事情 該妳處理 所以下個禮拜 我希望妳可以去休息休息 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未來 而不是一味的 家族馬力往前衝 那另外一個情時多雲的新作 就是處女座啦 處女座的朋友 事情一切都照計劃進行 不知道沒有這個野心 如果太大的話 可能會不如妳意吧 可是我相信以處女座 保守的性格來說 野心應該不至於太大 所以下個禮拜 有很多事情的發展性 應該照妳所料 一切都如計劃般進行 那我們來看情時多雲還有一個 那就是天蝎座啦 天蝎座的朋友呢 下個禮拜人緣非常的好 而且貴人很多 所以不令開口 請妳有話直說吧 妳希望誰來幫妳什麼 誰來幫妳什麼 妳就直接說出來 大膽地說 相信別人應該是對妳呢 都是很願意幫忙的 下週的陰天也不用太過擔心 我們還是有每天的好運喔 好 下週的陰天呢 有金牛座 金牛座的朋友 其實已經算是脾氣太來了 但是我希望告訴妳 有很多事情 曙光是慢慢亮起來的 妳不要太著急 不過我相信 應該已經有一些事情 已經在穩定當中 那麼另外一個陰天的星座呢 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也是一樣的道理喔 簡單講呢 其實下個禮拜的妳 有一點小毛病啦 小小拉肚子啦 或小小的氣管發炎啦 或者是感覺上 快要離患感冒 或者是免疫 免疫系統 出了一些小狀況 但是就像我說的 小狀況而已 生一個小病 可可兩生 第二天就好啦 所以呢 可能會影響妳 比如說妳自己的心情 或者是妳就會病奄奄的 懶得打扮等等 錯錯錯 正是因為這樣 所以要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光鮮亮麗的才對喔 這個生效來講 大家都很容易懂 這個老一輩的這個抱完抱著 我就知道 妳就是壽雞 妳是雞 這到底有沒有什麼相衝的 對 三歲 人家都三歲 什麼六歲 什麼樣生效的 直接就犯衝的那樣子 我告訴妳 第一個 它的前提 是 新月滿月 上弦下弦 初一 初一叫新月 滿月是十五號 滿月 月亮最圓 上弦月是初八 初八 下弦月就是二十三號 它前提是 在這個四個時候生的時候 才會有生效相衝 跟星座相衝 不過不是這四個時間生不會 這是基礎 這是基礎判斷 第一個是農曆十五號 農曆初一 農曆初八 農曆二十三號 就是有這個 好 如果說妳是這樣子 那則妳又碰到了什麼呢 生效相衝 跟星座相衝的話 那妳的婚姻就是 我們要注意了 真的要注意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妳在這個 四個日子生的 然後妳是 屬老鼠碰到屬馬的 屬老鼠碰到屬馬的 對 屬牛又碰到屬羊 屬牛碰到屬 以此類推 剛好就是 隔六個 隔六個就是 對 我們這樣子就是把那個 生效分成一半 屬牛虎兔在上面 然後下面就是從馬開始 對 馬 羊 猴 雞 狗 豬 這樣子 沒錯 只要是對到的就是對衝 六聰 那叫六聰 還有還有還有 星座也要相衝 好 星座是怎樣衝到什麼 就是牡羊衝到天秤 金牛衝到天蠍 金牛衝到天蠍 雙子衝到人馬 射手 對 人馬 對 然後這個巨蟹衝到摩羯 巨蟹衝到摩羯 然後獅子衝到寶瓶 寶瓶也是水瓶座的意思 對 然後處女衝到莊魚 這些條件都符合 那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很小心 對 加起來啦 對 加起來 不是說單一的 這些條件都符合 對 他又是在那種就是說 淫蕩桃花的時辰出身的 對 我們給你介紹律師事務所啦 不是 均均均的 常痛不如感受 沒有啦 我們這個節目就是為了 要讓人家之前 就不要碰到這種事情 所以將來也不用找律師了 對 所以就是給大家一個提醒 對 當然就是說 不過我們這個 其實也不能太迷信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愛對方 對 就像你管他是什麼星座 你管他是什麼時辰出身 你們兩個合就好了 就像我講的 如果那是前緣注定的話 你這輩子就是要來還債的話 你看這個宿命的傢伙 你就是得還完嘛 不然你下輩子還得再還耶 好痛苦喔 他是沐昕在雙魚座的人 這種人都有宿命觀 真的嗎 那我們要這個 來告訴大家了 就是說 那我這個未婚的人 他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去找到好老公 有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王老師這邊 有沒有什麼 什麼方法可以提供給大家 就是一個 就是說 增加那種姻緣運的方法 未分的人 是 你怎麼樣子找到自己的好老公 對 所謂找不到好老公 就是什麼呢 你的陽性能量不夠吸不到 陰性能量的人 你的陰性能量不夠吸不到 陽性能量的人 都是能量的牽扯 能量牽扯的話 你在住宅上 你要注意 你要知道人的生命的道理 我們人第一個對稱 你看兩個眼睛對稱 兩個鼻孔是對稱 對不對 兩個手對稱 兩個腳對稱 全部都對稱 你住的房子對不對稱呢 我們要問你住的房子 對不對稱 你住的房子是不對稱的 所以你能量就有問題了 所以你要記得 你的房子是什麼呢 不要缺腳 不要不對稱 還有很多不對稱的 線條不對稱 比如說什麼呢 死相 或者是什麼呢 有凸起的 有凸起的這個 你在什麼呢 在什麼天橋 人行道路口 在你房子的一邊的話 都造成不對稱現象 所以要了解 就是對稱的問題 對 你住居環境裡頭 你不對稱你就陰陽不調和 那有沒有就是說 比較簡單就是 因為有些人他房子已經買了 對 你不可能現在就搬什麼東西 改變一下 對我稍微改變一下 好改變我們要怎麼改變 改變到我們房子要流通 我們氣血都是流通的 對 所以房子要流通 你通風不好的地方 要趕快讓它通風 因為只要有什麼呢 比如說死相 死弄 死路 附近有什麼垃圾堆 堆積了很多東西 造成了這種不流通 你家裡頭呢 有堆積什麼東西造成不流通 你要讓它流通 所以說這就影響到我們氣血循環 外在的環境跟內在的 是對應的 如果說你暫時沒辦法搬家的話 當然這個比較大費周 這樣一點 可是你至少可以把自己 這個住家環境整理一下 還有要趨近於生命 什麼叫趨近生命 生命力的怎麼樣 山裡頭有很多生物 水裡頭有很多生物 要趨近山 趨近水 所以找不到對象的 就是你生命力不足 近山 近水 對 要近山 近水 所以要去爬山 要去游泳 沒錯 還是說要吃山蠶跟吃海蠶 爬山 爬山 OK 表示給大家的建議 所以這個周休二日 這個爬爬山 帶小朋友去游泳 什麼這些都滿好的 趨近於有生命 所以那在我們已婚的人 如果要改善婚姻的方法 是不是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一樣的嗎 已婚的也是一樣的方法 就是如果說這個老公 有點不乖的話 就近山近水 然後讓家裡通風 對 不要去做到死相死弄 對 對稱性 流通性 須近於生命 這三個是最主要的原則 OK 好 這個是王老師 給大家一個建議 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就是說 你自己打理好了 你再去要求別人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呢 也給大家一個提醒 就是什麼樣的生肖 會碰到什麼樣的生肖 或什麼樣的時辰出生的 甚至於什麼樣的星座 會對稱什麼樣的星座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你真的愛的話 也就愛了 對啦 隨緣吧 隨緣吧 任命吧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雨天的星座有哪些呢 一週裡面 雖然好像我給你講了 整個禮拜都在下雨 但是每天裡面 還是有好運的啦 那雨天 就注意一下咯 像雙子座的朋友 怎麼說呢 我會勸告你喔 手會勝過於弓 所以弓手之間呢 你要拿捏到分寸喔 因為弓的話 會有點下雨而歸 難免心情就會下雨 但是手的話 雖然會有點悶悶的 覺得說 蛤 我為什麼要被迫 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只是聽人家的命令 或者在等待 可是總比你去碰一鼻子 會好吧 另外一個雨天的星座呢 就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朋友 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有被冤枉的可能性喔 那摩羯座 向來都非常的自製啦 也非常的努力啊 也非常的負責啊 被冤枉還得了 如果我是偷懶啊 偷雞摸狗啦 或者是本身就不負責任 被冤枉也就罷了啊 那摩羯座的人 就會覺得心情很不愉快 而且呢 沒有受到公平待遇 簡單講 你的辛苦都沒有被看見 可是人家都看到你偷懶的時候 所以摩羯座的朋友 心情請放寬 請放輕鬆 我們來看看 打雷閃電的星座有哪些 嗯 兩個星座 注意一下啊 打雷閃電聽起來 就有點不妙 那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的朋友 有很多事情喔 有可能面臨突然喊停 或者是明明說好了 忽然對方又反悔 來跟你毀約 來跟你說 對不起我們不要你的case了 或者是把你退見等等 這樣的一個狀況出現 那麼天秤座本來就已經是 人和為鬼 所以也莫可奈何啊 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另外一個打雷閃電的星座呢 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 下個禮拜的運勢呢 並不是非常的好啊 所以說千萬不要做什麼新的計劃啦 什麼旅遊啦 登山啦 總而言之呢 平常非常愛好戶外運動的你 甚至連登山都會有 下雨而歸的這個狀況 因為你運氣不好 比如說遇到塞車 不然就遇到下雨 不然就腳去踢到什麼樹枝 流血啦 小小受傷一下之類的 所以這手座呢 在生活當中就會遇到一些 這樣的小挫折 那麼我相信樂觀的你 應該是可以樂觀面對 只是說在下個禮拜運勢 但是不是那麼好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安排太重要的活動 這是我給塔林閃電的兩個星座的勸告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是開運特效藥 那麼在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就為大家來解答難題 那已經收到很多很多觀眾朋友的 這個來信傳真 那今天的這個呢 其實呢也是很多人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妹妹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呢 那種年近三十左右 這個是桃園的Nora 然後呢到現在都沒有碰到一個有緣的人 然後呢 感情一片空白 銀行裡面也沒有存款 就覺得說 好像這裡沒什麼長進 然後這個前途茫茫啊 心裡好沒有意義這樣子 我妹就是這樣 而且我妹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後 現在已經在睡東南方了 你知道嗎 我們家的東南方 我跟大家舉例 我們家的東南方是客廳的沙發 她已經睡在那 寧可 反正我就試試看嘛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跟這個Nora一樣 就是說 她真的已經 一眨眼 我已經三十歲了 就今天呢 就是說以Nora這個例子 但是呢 也提醒所有的這個觀衆朋友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這個 幫助她指點迷津 那我們這邊就有她的這個 請這個唐老師來救她的這個 來給她一些建議 Nora 妳實在下一次 應該要給我們實成 不過沒有關係 從個性上 我們也可以幫妳分析一下 對 至於感情運的話呢 我認為今年妳就應該有感情運了 只是說她蠻挑剔的 而且她的感情運不是很穩定 就是她會比較有一點大小姐脾氣 而且反過來說 Nora她是一個射手座的女生 她的射手座會讓她 其實不想定下來 而且她讓男孩子覺得 她比較像German 這也是為什麼 她總是跟她比較喜歡的親近不了 然後跟她不怎麼喜歡的人 反而好像Match的比較好一點 所以呢 Nora妳走到年近三十了 妳已經發現自己這項缺點的話 想要定下來的話 妳首先就要改掉妳這個怪脾氣 妳懂我的意思嗎 妳得先定下來 因為妳的月亮在處女座 所以我還是覺得妳有結婚的希望 今年呢和去年呢 遇到的對象其實都不錯喔 從裡面挑一個 那麼後年來做一個結婚的選擇的話 會比較好 我們先避過三十的這一關 OK 那王老師這邊就是對於 像這樣子的這個茫茫然的未婚男女 請問妳給他們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讓他們稍微有掌勁 好 來 王老師 沒錯 因為她的這個年月日 她這個天干地支我們一看喔 卡在這個個性跟卡在健康上 現在人最怕這個問題 為什麼呢 古代的人遇到好運的時候就走好運 遇到壞運的時候就走壞運 為什麼 因為她跟大自然在一起 性格上來講比較完整 而且吃比較屬於天然的東西 所以通常來說 她自己內在是比較完整的 所以隨著運勢好 就等於夏天到天氣會變熱 冬天到天氣會變冷 好運來就是走好運 壞運來就走壞運 但是她這個命就變成卡在身體上 卡在健康上 好運來不見好運 壞運來覺得更糟糕啊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她卡在那個地方嘛 所以她在健康上來講 希望你要多吃什麼呢 多吃這種比較天然的蔬果啊蔬菜啊 比較生肌飲食啊這類的 因為她的八字就是有健康卡 在這個地方的問題 那老師我要請問妳就是說 是不是不只Nora 就是一般的奇心未婚男女 如果讓自己就是說 像妳講的多接近大自然 然後那個就是包括飲食 越接近自然就是那種生肌飲食啊 然後呢不要有那種什麼添加物啊 對 其實是好的 都市像這類的人多了不得了 都是卡在健康上 跟卡在心理問題上 這樣一個問題啊 OK 你的氣順了 然後妳的運氣就會好 是 對嘛 妳老是便祕 像我前一陣子 我告訴妳 真的 有用 我告訴妳 我自己就是一個 本身就是一個例子 妳老是便祕 便祕了長年累月好幾年對不對 妳的事業跟愛情怎麼會睡呢 都不睡 當然都不睡 妳那腸子要讓它通啊 所以呢 我就去做大腸水療法 OK 把它洗乾淨這樣子 好 真的有差 妳既然有自信 對 所以我們這個呢 開運氣消耗呢 就是在那邊給大家建議 不只是Nora 當然是所有的就是這個未婚男女 然後妳前途一片茫茫的 妳真的把自己打理好 對 然後呢 就可以轉轉運 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妳們的傳真 妳們的回想很大 但是呢 一定要寫得很清楚 那我耐心地看我們的節目呢 有一天就會解答到妳的 OK 好 我們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也謝謝妳的收看 拜拜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好 老師謝謝各位小禮